我妈呢是一个双十一的非常积极的参与者 去年她就问我说她想买好几个东西 有的店铺可以打折啊 有的还有折上折 然后她抢了许多的优惠券 她说你帮我看看这个优惠券能不能用 我就研究了很长时间 我说妈你这个优惠券可能不能用了 然后我妈说 那这个优惠券不能用了 我生的闺女能不能用 我说妈你要买啥呀 她说我想买个雕 也不贵一万多一点 我说妈这样我再给你看看 你那优惠券能不能用 所以我们东北人啊 对买雕这个事是很有仪式感的 我们知道以前我们怎么买雕吗 在我们东北辽宁 有一个地方叫铜二浦 就是这个浦就听着非常的土是吧 但这个地方是我们东北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的精神家园 一个东北旅游购物著名的景点 我们买雕都是组团去的啊 到那你就看 一个司机拉一车东北女人 然后到那之后开始拍照 回来的时候司机把门一开 车上一人一个黑雕 一个一个往下蹦 就你们思考一下那个场面啊 那帮女的穿着黑雕 把那司机都淹没了 就你知道她是去买雕 你不知道就感觉是熊大熊二 把光头翔给绑架了 但是我妈现在啊 她不去铜二浦了 她转战贴毛了 去年因为这个优惠券没整明白 就没买上嘛 今年就准备再接再厉 但是她今年啊 就没找我问这个折扣的事情 我说你是自己整明白了吗 妈说不是 今年人家优惠券啊 就直接在结算的时候 就自动抵扣了 我说那今年双十一这么直接 真方便呀 我妈说双十一是挺方便 就是不知道我这个 我生的闺女用着防目方便 云苗 我现在恳请你 把这个规则呢 设计再复杂一点 最好就是复杂到 让我妈这个东北中年妇女 忘了她还有一个闺女 哈哈哈哈 sağ y ba 呢 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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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的 咪来 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